身心障碍者艺文推广协会 推出了无障碍阅读推广系列讲座 每个讲座都会邀请不同的作家来分享 而且都有手语翻译员 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是如何畅游文学世界 知道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检视自己的过去 然后从里面提炼出一些很美很经验的东西出来 作家叶嘉宜分享怎么写作 因为有手语翻译员全程翻译 让在场的听众朋友发现原来写作并不难 以前因为听不到不知道怎么写作 今天看了老师分享之后 才发现只要想一想自己生活中 环境中还有亲戚朋友 自己比较熟悉的事情 可以当作写作的题材 看完老师演讲之后 会让我觉得有兴趣去写作 为了这场演讲 作家叶嘉宜在讲稿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在用词方面我也做了一些简化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习惯上 会用一些比较复杂的词汇来表达的话 我就会事后再看这个稿子 就尽量把这些词换掉 换得比较 因为我想手译员 他要跟上我的速度 然后他尽量是简单的字词 一定是会表达的比较好 希望听障师长朋友也能享受文学乐趣 身心障碍者艺文推广协会 首度举办 无障碍文学讲座 邀请不同作家来分享他们的写作心情 不管是听力障碍的朋友 或者是视力障碍的朋友 在阅读方面 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办法阅读 而是到底有没有适合 我们可以阅读的方式 那这些方式 如果我们没有跟社会大众说 社会大众就不知道 尤其是作者 如果说他要写一本书 他不知道盲人是要用听的 他不知道 龙人是需要有更多更多的 比如说手语的方式 或者是说 可能从图片来看 跟从文字来看 除了文学讲座之外 五六月还会推出 由听障和视障朋友 联合演出的舞台剧 以及正文比赛 希望身障朋友 可以无障碍地 遨游文学世界 记者牛轩文 徐启峰 马台鑫 台北报道